從一開始我們上學節目講到化學元素 然後化學反應 然後接下來是氧化還原 接下來是酸鹼鹽 酸鹼鹽在氧化還原 然後酸鹼鹽之後 接下來是最後一個章節 不是最後一個章節 現在是反應出運 那接下來最後一個章節 也是有機化學 這是國中介紹的最多章節 所以實際上 嚴格來講國中也不過就是這幾個項目 好那 之前的部分我今天沒有要做分析 那接下來有另外一個部分 太郭歐發熱生意 怎麼樣 我只是有時候找到 可是這個是最早不見的那個 然後是之前我寫充寫的 那是怪我了嗎 怪你 怪我什麼事 你寫完為什麼剛才交給我 寫完都不知道要讓你去 我還不在你的股色嗎 這要改裡面 那裡面是多少放置的 那是 應該沒有發出的 應該沒有 應該沒有 發出的 你沒把它拿出來這樣 我想說 我上來 放掉錢 我上來把那疊收下去 帶人家去改 我就沒有看到你的 好那個 我們這月期 我沒有排期東考 但是 我們可能還是會排期後考 所以我們 這部分 因為你要收收我的時候 沒有 沒有 我在 這個東西是我的看法 因為現在目前 你們 實際上應該各課都這樣做 只是 各課老師不見得會很明顯跟你講說 欸那個 對不起 你現在的程度還沒有在 一年級 你現在也可以一年級上課 你可能不是那麼明顯 看到 但是我自然課 我沒辦法說 因為我自然課的課程 基本上都是一起上課 我現在沒辦法進化到說 可以這個時間 每個人有不同的進度 自己上自己的課 那你都在找我 那這樣的話 每個人都會有問題 那我就會跑來跑 一跑來跑去 那每一堂課 可能只有跟我談 五到十分鐘不到 然後 最後是大家都沒有進度 所以 因為自然課 很難這樣做 所以我還是會 同一進度方式來跑 那同一進度方式來跑 另外一個現象就是說 你必須在你的進度裡面 在那個程度裡面 你不要讓你有收穫 那也就是會 一個狀況就是說 假設到期末 那發音說 我們程度沒有上來 就還是維持在原來程度的話 那就變成說 下學情態 進去以上 對啊 上第二遍 上第二遍好 就像宣語一樣 我覺得宣語這次進步很多 很多人聽起來 就覺得很清楚了 這是好處 但是 假設你每次上課 都是混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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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我已經知道 好像有 然後你會進去沒有預診 你們那經驟會進到好一點 所以 你一定要想說 我可以學習慢一點點 但是我一定要有進度 而不是 我可以慢一點點 然後就一直慢 甚至我這個前科就不動了 然後你就會一直停在那邊 那是學習的態度問題 那 其實這些東西難嗎 幫助講問字 你們覺得最難的地方是什麼 我講的話不清楚 我講的話不清楚 哪些 我有 你也不曉得 下次有這個情形 不能說 就好像說我們今天 一對男女朋友 然後有一天他們吵 不是吵起來 那女生很生氣 有對男男朋友說 你怎麼可以罵我 然後男人說 有嗎 你三個月罵我一次 好厲害喔 然後三個月什麼時候罵你啊 我都不知道 對不對 拜託 如果你有聽不清楚 你有聽不清楚 或者你聽不懂 一定要當下提問 一定要當下提問 你當下不提問 就像我上次講的 就要整節歌上完之後 怎麼樣 我今天都聽不懂 哪裡聽不懂 哪裡聽不懂 再從哪一邊 你這沒有辦法這樣做 你一定要當下 奇怪怎麼現在講的 我沒有聽過的要求 好像聽不懂 一定要當下問 講到這邊 從這邊到這邊 從這個式到那個式 從這個方程式到那個方程式 我現在沒有聽懂 到底哪裡沒有聽懂 趕快舉手 我們就可以這邊那邊討論 你就會容易進入狀況 可是你只要這個地方 沒有進入狀況 然後呢 然後呢 下一個張點你還是聽不懂 你就沒有基礎了 在十分鐘後的東西 你還是聽不懂 你看一個點 就營養到後面整節課 所以等到快下課之前 我今天都聽不懂 全部聽不懂 實際上只是那一下 那個前面那一秒鐘 聽到聽懂 我後面都聽懂了 可是我們的學習狀況就是 有時候那一秒鐘 就不好意思舉手 我舉手 會不會被人家 會不會有人嗆你 沒有 現在會嗆很多走了 沒有人會嗆你 拜託有問題 趕快舉手 甚至你為了自己的學習 不應該擔心被人家嗆 被嗆就被嗆怎麼樣 我聽不懂嗎 不然你聽得懂 你告訴我 這邊當然不在意這種事情 你不在意可能是你不在意 但是你也沒有人問問題 我不知道為什麼 好 好 吃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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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為什麼不問呢 那為什麼不問呢 你有在聽的都會有問題 OK 問題是好吃 但是你的狀況是什麼 我問問 不是 不是 那一個是我記得 另外一個事情是 他中間都很多沒聽啊 突然就跳進來聽 我怎麼都聽不懂 然後就是問一些我們應該講過的東西 是不是 你如果每次都有聽 你不會有這種問題啊 或者是說 你假設 今天就算很困沒有上根沒有任何聽 你回去有呼吸過 你也應該會跟上進度啊 是不是 不然說這件事情是你的事情 你要做我的事情 好 又有同學跟我講說 那修理你要不要把它分開成 一個禮拜上三次課 四次課 五次課 每天都上一堂課 老實說啦 我如果是要 你們如果是希望 只是利用上課時間來 來進行學習的話 我是覺得效果很差 而且浪費時間 那我們清晨你也知道 我們現在已經把下午時間全部控出來 基本上幾乎都控出來做社團 因為社團有多遠 可以有多遠學習 那上午時間學課已經很少了 時間很少 總共過了二十個小時 每個領域都要分四個小時五個小時 基本上都分不到了 然後再加上我們就有分 就是有些是二年級可能上三年級課 有些三年級可能上二年級的課 或上一年級的課 有些會有跳動的心情 所以我們勢必在排課上不是那麼順利 我沒辦法把所有人都集合在 我的班上來上課 那你這時候 你可能會跟別人衝膛 所以我們課 就是必須再稍微調整一下 所以會有所謂的作為知道時間之外 所以你要掌握的事情是什麼 上課請仔細聽 上課前要最好預習過 預習的好度是你先知道 你大概可能哪裡可能聽不懂 或是哪些專有名詞 先把它圈起來 圈起來不像在課本上畫筆 先把它圈起來就好 因為課本上後面還有人要用 圈起來表明你上課的時候 講到任務上特別注意一下 上課時間認真聽 回去趕快寫作業 我講過作業我希望作業是怎樣 今天上完的作業 下禮拜上課請他交給我 這樣才能夠跟上進步 你看很多同學 我上課第四章上完了 他作業交到第二章 請問三四章你到底有沒有學會 我不知道啊 我沒辦法從你作業感受到你那裡學會有沒有 我也沒辦法在課堂上跟你補充 我看起來很多同學這個地方不會 我跟你補充一下 我都沒有辦法 所以你的作業一定要及時 我們現在講到第四章就把第五章做完 講到第五章就把第五章做完 你跟不上進度的 你有作業指導的時間 你有中午的時間 你隨時可以來找人 好不好 如果你沒有辦法跟上這個進度的話 我們的上課效果會差很多 會非常非常非常的落後 好了 準備要來做 真釣的神釣的神釣 我們接下來的實驗有一個東西 我可能要看你們的想法 我們可以做的一個實驗是 尿酒 尿酒 尿酒的實驗 老實說你必須長期觀察 來不及了吧 因為你還是上第二次啊 你也是做很久 沒有耶 我之前有做很久 對啊 你們去年上課沒有錯 沒有 一個是兩個 趙中有 趙中剛好進來 那時候剛轉起來 趙中 一個是做那個造化實驗 我不要啊 造化實驗無聊 因為那實驗看不太出來 那就透明 不是 其實釀酒的實驗比較通不太 釀酒你沒有辦法當作就看這個結果 釀酒只是一個過程 你把它放進去 然後接下來要長期觀察 可是去年的釀酒的經驗 讓我覺得不深 為什麼 大部分人放著 就基本上沒有管它 你甚至也沒有每天上來看一下 它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他們冒泡泡 偶爾看一下 這是不夠的 你做實驗 我跟你講 我現在觀察到我們目前同學做實驗 最大的問題是 我們的觀察力不夠 我們的觀察力不夠 另外一個觀察不夠仔細 很多實驗是要經常性的觀察 甚至有些東西 講不到你臉 是每十分鐘觀察一次 那你有沒有辦法每十分鐘觀察 身體有些實驗可能要每五分鐘觀察一次 要觀察十小時 你有沒有辦法坐在旁邊做四個小時 每五分鐘做一個紀錄 你這樣會學釀酒不能直接預計好嗎 那釀酒的部分呢 這個實驗大概是 你至少每天要看一下你的狀態 它變色了沒有 然後它現在有神殿沒有 它現在有沒有氣泡 它裡面有沒有補起來 有發霉 有沒有發霉 有發霉 有發霉 那如果大家覺得釀酒可以做的話 那我們就做釀酒 照話我們就課本上看一下 那釀酒的部分 那麻煩各位準備你想釀的食材 哪些東西是可以釀酒的 水果 水果呢還有 馬鈴薯米 馬鈴薯跟米 馬鈴薯跟米 是我們過去都沒有釀過的 我要釀米 米可以做小米酒 有 做新酒 玉米啊 三個 玉米我沒有聽過 但是應該也可以 玉米 玉米 但是 你要做玉米的話 我們要再查一下 因為玉米它可能跟那個 電門類的 就是剛剛想喝馬鈴薯 或者是 米 類似的做法 但是玉米 我沒有印象有很多 玉米酒 你可以試一下 但是 你材料準備一樣 譬如像水果 我們有知道 要洗乾淨之後 要晾乾 要把它晾乾 你要先蒸過 然後那個 還要先洗 還要先洗 蜜蜂應該是 應該要做 應該是要做蜜蜂 但是 像蜜蜂跟那個 酒跟醋有什麼差別 欸 這是很注意 酒跟醋的過程 應該要考出一些細 酒跟醋 酒跟醋 是要對它差別 帶一個氧氣的供應夠不夠 醋不是酒變嗎 對 醋是酒變的 醋是 你酒 你在醋酒過程 然後你持久 你用氧氣給它 它就變成醋了 醋 它酒精就會被分解掉 酒精會被分解成醋 那 你如果 但是完全蜜蜂也無問題 像有些人用玻璃瓶 或是玻璃瓶比較脆弱的話 它完全蜜蜂可能會有爆掉的情形 所以通常的做法是這樣 就是你有一個蓋子 但是不是完全蜜蜂 甚至如果是蜜蜂 你要稍微有 可以讓人家開蓋子讓氣跑出來 讓氣跑出來 讓氣跑出來 不是讓氣跑進去 你不是把蓋子打開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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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密封的時候 就要考慮那關子 是不是可以承受那個壓力 像等一下再亮那個 紅燒酒也是一樣 那你到底是要是要開蓋子 讓它卸一下氣 有嗎 有嗎 這個就是這個蓋子 把那個水放到冰箱裡面冰 然後冰箱然後爆開 還是一樣的感覺 什麼 就是 非常不一樣的聲音 對 因為在釀手的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看看課本 釀手在哪裡 課本的第 沒有吧 第124頁 124頁 你看 酒怎麼做呢 它就是把澱粉跟水加上酵素 才能葡萄糖 對不對 那葡萄糖就經過酵素的反應 它會變成酒精跟二氧化碳 你看二氧化碳出現了 所以罐子會變脹脹的 為什麼 因為二氧化碳不斷的出現 那二氧化碳如果太多 你壓力很大 你平時很爆掉 所以有時候我們要開始 聽它洩氣 是要把二氧化碳排掉 但是你看到這時候排掉 是不能有氧氣進去 如果你在廣下看醋 醋的反應就是 酒精加上氧氣 酒精跟氧氣區域反應 它消毒之下區域反應作用的話 你的酒精就變醋酸了 醋酸 然後就是醋酸跟水 所以你的酒精就不見了 那這時候一定會有氧氣的關係 所以你假設把酒 像有些人 他說我這個酒 就是假設你這是一瓶酒 好的酒 基本上你是不能讓它接入空氣的 用紅酒來講它之前是密封得好 然後要有點斜放 讓那個軟木塞持續的泡到水 持續泡到水它就會密封 如果有人站著 站在後面 那個軟木塞乾掉 碎掉 這時候空氣有可能進去 油可能進去之後 你過了十年之後 欸這個 酒油可能會變少 酒油可能會變少 但是最大問題不在那邊 最重要你是當油廳 然後軟木塞已經鬆掉 已經碎掉了 打開之後喝起來是醋 它那個已經跟氧氣接觸了 它已經變成醋了 所以這個酒的保存是 你就是不能跟氧氣接觸 像紅酒 尤其紅酒它 紅酒在喝的時候 它先用手的溫度 紅酒一般來講不會很冷的 紅酒是要喝溫的 你要跟手接觸 手吸的溫度會跟紅酒加熱 加熱後紅酒會跟空氣的氧氣 稍微混合它去氧化 所以就會有這種高焦酒的味道 對 那它這個氧化的時候 它產生出一種氮氧酸 就是類似你看 酒精加氧氣會產生醋酸 對不對 但是紅酒它比較特別 它產生一種氮氧酸 會讓你喝起來口感不一樣 那有時候喝那個口感 可是你也說 那我就把它放久一點 可不可以 就變醋了 就變醋了 所以 紅酒一般來講開紅酒 就當天要喝掉 是不是 那頓半就要喝掉 這樣直接放完酒 OK了 你直接喝掉就不會浪費 好不然好了紅酒 像目前 酒的保存 像你去買 像威士忌一瓶 有一千多塊錢 那個高粱酒一瓶有兩三千塊錢的 什麼成年高粱啊 SO啊 什麼20年成年 有兩三千塊錢 所以那老台酒是一種 十二瓶兩塊錢 那也是一種 變本量的酒 它是 我不知道是什麼量的 要選毛牌 所以白酒的一種 毛牌應該選白酒 我確定 好 白酒就是蒸餾酒 但是 那紅酒最貴可以到多少 二十九啊 紅酒最貴 有那麼貴嗎 紅酒最貴可以蒸餾一百萬 那麼貴啊 對對對 你想想幹嘛 我今天量了一百一百一百桶好了 假設是一千瓶紅酒好了 一千瓶紅酒 然後你喝好喝 你喝好喝 這一千瓶越來越喝越少 越喝越少 對不對 那越喝越少保存得好 這瓶紅酒就是當年的 這個最好的酒 然後就只有這些量啊 越喝越少 所以就有人會存放紅酒 所以這是 我經過這個統計啊 1867年的紅酒它很好 現在前幾天只剩兩瓶 這瓶紅酒當然會出來了 酒是越放越久越好 不一定 不一定 不是這樣 就是看你們保存得好 那你通常這個年份越古老 但是有時候不是一件事 所以越古老越好 就是說你那個年份的酒 經過大家有喝過的 有時候那個酒是好酒 對不對 因為假設一千瓶 至少剩兩瓶 有998瓶被喝掉了 這個大瓶量是很高的酒 對不對 所以他就會吃好酒 所以我剛講這個存放得好啊 那如果存放不好 你可能奶米酒也打開 哇這瓶有變醋了 所以以前那酒 不是那種大木桶裝的嗎 那是看不同的釀造方式 紅酒或威士忌是用大木桶先釀 對 而後來不是說 裝在木桶就這樣賣出去了 沒有啦 好吧 我剛看店裡面 他們都是賣一桶一桶 那是古時候啊 那是古時候啊 那是時候的店裡面 他們的木桶酒 就是 他們那時候 像啤酒他們以前 古時候他們也是用木桶 木桶那時候的技術比較好 那他不會壞掉嗎 木桶不會 木桶蜂蜂也很好啊 那他就噴障型 他那個是釀造的過程 等他釀造變成酒的時候 一定要維持 他裡面 你看喔 葡萄糖酵素 經過酵素反應 變成酒精的二氧化碳 對不對 你有沒有看這個 120頁這邊 那當我什麼情況之下 不會再產二氧化碳 等一下你跟我看 你跟我看不同的東西吧 葡萄糖沒有 你為什麼現在在反應呢 反應120頁啊 那你剛剛有沒有講過 沒看到 你剛剛有沒有講過 你為什麼不說 講很久了 你都沒在看 你看喔 葡萄糖 經過酵素的反應 變成酒精跟二氧化碳 那什麼情況之下 會不會有 就不會再產生二氧化碳 沒有葡萄糖 沒有酵素 一個是沒有葡萄糖 一個是沒有酵素 對不對 那如果沒有酵素 不會變成醋 對 如果沒有酵素 會變成醋 所以一般來 蒸溜酒 蒸溜酒它不會變成醋 為什麼 因為它沒有酵素 它沒有酵素 那葡萄酒 紅葡萄酒 它還是會變醋 為什麼 因為它裡面實上還是有酵素 一般它去蒸溜就好 那蒸溜酒實上是 因為 你知道蒸溜過程嗎 我們講過蒸溜過程嗎 沒有了 有啦 有啦 不然它被蒸溜過兩天對不對 什麼意思 然後把它蒸溜 是啊 這肉的意思是 你加了它會爆出水跟氣 這是一種分離的過程 我們應該講過 我們講說 砂子跟水 砂子跟鹽 混在一起 你再把砂跟鹽分開 用水嘛 先用水泡下去 水會把鹽融化 水不會把沙子融化對不對 那這時候他們融化 然後咧 怎麼辦 用栗子過濾 所以栗子可以過濾什麼 沙子跟鹽就分開了對不對 那這時候我現在變成什麼 變成有沙子還有鹽水 可是我要鹽啊 怎麼辦 把鹽水拿去加熱 讓鹽水蒸發對不對 鹽水蒸發在分離什麼 分成水跟鹽 它靠什麼原理把它分離 水蒸氣 靠什麼 靠水蒸氣 靠沸點蠟的孔吧 靠水蒸氣把它分離 什麼叫靠水蒸氣把它分離 所以意思就是說水會變水蒸氣 然後水會變水蒸氣 那鹽呢 鹽還是鹽 鹽不會變鹽蒸氣對不對 因為鹽的沸點很高 鹽會不會變蒸氣 鹽有可能變蒸氣 它很高溫很高溫之下 鹽還是會融化 鹽還是可以變蒸氣 但是那是很高溫 所以我們把鹽水透過加熱去分離 這個過程當中就是我們來靠它的肺炎不一樣 同樣的 我現在這一桶水 這一桶這個液體裡面 有包含酒精 有包含水 有包含酵素 那我怎麼把它分離 我怎麼把它分離 你剛才講過有酒 水 酵素 有酒精 有水 有酵素 有一些雜質 我怎麼把那邊分離 雜質 你先倒到濾汁裡面 雜質 把倒到濾汁 雜質再過濾掉了 對不對 所以濾汁還是澄清的 酒精 水還有酵素 酒精 水還有酵素 酵素再過濾 酵素又可能進過濾汁 酵素比較小 它顆粒比較小會經過 所以現在這東西變酒精 水還有酵素 那接下來要怎麼把它分離 要有器材 當然要有器材 要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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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據說不是酒拿去針對 或是拿去加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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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酒精會被阻救 這是因為你沒有把它收集 主條精會沒有收集 我先加熱的時候 我加熱的時候誰會先跑過來 酒精 酒精會先跑過來 但酒精跑出來的時候裡面有沒有水 有表 還是有水喔 因為水是讓五十不克都在蒸發 水是五十不克都在蒸發 現在地上潑的水 會不會蒸發 會不會蒸發 會蒸發 所以你看就算現在溫度是28度 水還是會蒸發 所以放在水裡面 裡面的酒精有水 有酵素 我看你加熱了 誰會跑出來 水 水跟酒精都會跑出來 酒精會跑得比較多一點 這時候我們把這個液體收集起來 營結下來 那我把什麼東西分離了 酵素 我把酵素分離了 酵素是一種蛋白質 它的溫度 耐溫度比較高 所以它不會隨著這樣子的蒸裂 糖分離了是100度以上 應該是 應該是在100度以上 我這個不是 所以糖分也會被癒掉 再講沒糖分 糖分也會被癒掉 糖分也會留下來 如果有糖分也會留下來 所以你看蒸裂完的酒 就是透明的 味道特色 好我們講白酒 譬如像米酒 米酒有分量這種 如果剛剛釀到出來的小米酒 你看裡面很沉澱 它是不是蒸裂酒 不是嘛 就不是蒸裂酒 蒸裂酒怎麼會有沉澱 說一說一說一 就只有酒 變酒 變酒 它只要可以發酵 就會變成9.204 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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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奶可以發酵嗎 牛奶 馬奶就在發酵 不是 馬奶不是發酵出來的 不是吧 馬奶酒 馬奶酒是怎麼做的 把馬奶的奶都割進去 當然不是 當然不是 你也有點像演 不是不是 他也不是這樣演 他說把馬奶的馬奶割下來 放進去 酒 這叫馬奶酒 你這時候還沒看到 威靈 他剛剛講說 用普通方法發酵出來的 你知道嗎 由不民族他們需要養恨 他們有時候 找到東西吃的時候 他們喝馬奶油 馬奶油他們營養群所在 那事實上在那個年代 他們沒辦法處罰牛奶 因為牛奶很容易壞 那他怎麼處罰牛奶 放到羊乳 冰起來 他沒有冰箱 他沒有冰箱 放到羊肉 放到肚子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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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面就變乳酪了 我不知道變乳酪啊 他最簡單就是把用酒泡起來 用酒泡起來 用酒泡起來 酒可以殺菌 酒精可以殺菌 所以要把奶跟酒瓶泡在一起之後 這個奶 奶水就不容易壞掉 那就是麻奶酒 或者是你現在有時候在郭外買 你可以買到那個奶酒 奶酒瓶都不好喝 所以你通常加糖 通常奶酒都很甜 很甜 它會壓掉這個味道 不會不好喝 上次喝過還蠻好喝的 那個Vincent上次他們店裡沒有人賣奶酒 那個品牌奶酒 我有時候在親戚那邊住一個飯店裡面 他們有一個供應免費的 我喝了好幾杯 蠻好喝的 那是奶酒 所以你看到很清澈厚名的酒 換完什麼酒 奶蒸柳 奶酒 清澈厚名的酒是奶酒 所以你看到像你去原住民部落去玩的話 那你買那個小米酒 是蒸柳酒嗎 是奶酒 它不是蒸柳酒 它是釀造酒 它剛剛釀出來而已 可以 因為我奶酒 拿一釀料的話就可以喝牛奶了 牛奶要乾掉變粉吧 喔 會變粉 奶粉就來一下 你拿去乾燥就跟奶粉做法一樣 因為它所有的牛奶成分就不會被水 它不會跟著液體出去 所以你現在那個奶的成分就變粉了 變奶粉 對 這樣不是有一句話叫什麼 越乘你的酒 越香 它不是不會發酵 但它不會在飯店 它會不會很好喝 酒 應該是說 它所有的成年事實上是會拉長它發酵的時間 什麼意思 就是因為它時間 譬如20年的成年酒 20年的成年酒 它是為什麼會成年酒 那是講威士忌 可能會講威士忌之類的 XO 威士忌之類的酒 那它怎麼做 它釀造完之後 它還是先蒸溜 蒸溜完之後 把酒放到橡木桶裡面去廚放 橡木桶 所以它會有橡木桶的味道 哦 是為了橡木桶 那你存放越久 它會有越多橡木桶的味道 難怪你吃橡木桶的果實就好 不一樣啊 不一樣 跟吃橡木桶的果實不一樣 橡木桶的味道 你也試試看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但是我也不知道 就是 我說不上來 那到底什麼味道 我不是這個方面的專家 但是我知道是不太一樣 那 因為 為什麼要橡木桶 這當然是 這是人家開發酒的部分 它發展到後面 它發現 我酒精跟橡木桶混在一起之後 我這樣可以這樣講 譬如我們講說 喝 我不要今天是喝高粱酒 喝 一年 一年做的 也是我釀造一年 然後就拿去蒸溜出來的高粱酒 這是一般的高粱酒 我釀造 我放了十年 我拿去蒸溜出來的 那不是現在蒸溜做的一種十年 高粱酒的不一樣 所以每個酒做的不一樣 它就是橡木桶 真的 橡木桶 有時候酒精濃度可能還不是它 可是橡木桶 喝起來就很順口 就很順口 他還是會醉啊 就是你喝起來 你會覺得很辣 很辛辣 就是一般來講 酒精濃度越高 你喝起來會很辣 不相信那邊還有一個8%的乙醇 你可以直接喝 乙醇就是酒啊 這樣會不會把底層加到前面就變成酒 有人這樣子做 就是劣質的酒 他就是怎麼樣 不是甲酒 這不是甲酒 甲酒就是甲酒 甲醇喝了 我眼瞎 眼瞎瞎 有良心的甲酒 他不是這樣 我幹嘛花一年多 這很麻煩 我就拿酒精 我要做58%的 高涼酒 拿高粱 拿水 加上58% 在家裡高涼香料 混混 要不吸收酒的酒精 就這樣噴清一下就OK 蛤 什麼噴清一下就OK 那就是用乾洗手的酒精 他們就直接噴到這裡面去 是嗎 那就是用化酒吧 乾洗手的酒精是什麼不知道 乾洗手裡面可能不是只有酒精 因為會有消耀手 乾洗手的那東西當然是很複雜的 那我講的是純酒精 就是乙醇 那個酒精有顏色 我不敢這樣 沒有酒精沒有顏色的 你那個是粉紅色還是什麼 粉紅色是乙甲 粉紅色是甲醇 粉紅色那是甲醇 不加顏色的 因為怕你弄錯了 所以在乙醇的時候 會不會加性化 反正來講是這樣講 酒精是署名 酒精是署名 酒精是署名系 署名是酒精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期我們講的是 所謂的這個 有機化學的部分 那我們先講 有機化學是 我們來講有機化學 有機化學 那什麼叫有機化學 有機化學 對 什麼叫有機 說要看什麼叫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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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什麼叫不知道啊 沒有噴灑農藥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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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每個一段時間就收工很久 他就真的有機 我灑農藥只是我灑農藥 你講的是有機栽培的部分 有機栽培我們講說 我不噴灑農藥的 所種出來的食品 叫做有機食品 或者有機農產品 那我問你啊 他在乎的是農藥 還是說 我的 那請問我們先講 植物它長大 你還是要給它什麼 肥料 是給它肥料 不是給它農藥 農藥是幹嘛用的 農藥是除蟲用的 你還是要給它肥料 那一般來講 我們種植菜 或通常會撒肥料 或者是你不用撒肥料 你用有機肥料 這差別在哪裡 什麼叫一般的化學培量 跟有機培量 有機培量 有機培量是屎 然後咧 然後直接喇喇 幫你有培量 OK 大便是一回事 用屎是一種做法 有機培量不當然只有屎 還有別的 還有尿 出魚也可以 尿也可以 就是拔過 尿水 屎啊 這就是拔過 還有出魚拔過 這是有機 關鍵在屎 鼻屎還有耳食物 可以 當然可以 好噁心喔 如果這樣講噁心的話 你吃的菜裡面都不都有 對 等一下 鼻屎跟耳食 大便跟釣菜裡面都有 應該是所有動物都有 所以吃過的肉 你吃過的 你看嘛 有些動物 有些動物 他專門吃 腐敗的肉 他吃腐肉的 因為腐敗的肉 因為腐敗的時候就會有酒味 是啦 有酒味的是水果 你有看到 你有看到 我們剛講這個酒的 這酒是用五花糖 肉的腐敗 會有酒味喔 有的時候會有那個 動物死心前 有吃點澱粉 就會發酵 動物的身體有澱粉 你在想什麼 動物的身體 動物的身體 為什麼會有澱粉 動物的身體 他吃到胃的時候 就會有那個酸味 不是齁 肉類的腐敗通常就是臭味 像一般來講 有時候你會想 像你的大便果特別臭的話 通常是肉吃的比較多東西 因為蛋白質的分解 蛋白質的分解 產生一些氨基酸之類的東西 會有阿摩尼亞 所以尿也很臭 你的大便也不太 不太 不太香 通常是因為 那些肉類的分解的關係 肉類分解的關係 會產生這些東西 會讓你覺得有臭味 那如果是蔬菜的話 一般來講還好 一般蔬菜 譬如說 我們水果爛掉 你聞到是香的 很臭的 沒有味道 怎麼沒有味道 不臭的 沒有 有些人覺得它是香的 那是酒香 就是釀造出來的味道 我們現在這邊還有酒了 這邊還有酒了 我手也有 沒有啦 我這邊有太多了 沒有沒有 來 你去吧 二零宣宇 你去吧 二零宣宇 蛤 我那有酒還是這啊 你們都沒有拿走啊 差一點嗎 沒有 這也是一年的酒 這幾個禮拜再回家 我以為你今天 全部拿去用過 沒有 你看 剛剛打開有機 你們看這味道是香來臭的 哇 你們看這味道是香來臭的 有味 你們看這味道是香來臭的 好 我調陳的 這邊還有陳釀的 哇 你們發的 那是那個A 那沒有發霉 那是陳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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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發霉 表示你當初處理沒有處理的 有發霉嗎 沒有 有啦 有一點點 但是應該還 陳釀的感覺都沒有發霉 你的還是有 有啊 他都沒聽 你的旁邊的發霉 是因為 那是倒的 有提出來吧 這也很香 你可以打開啊 你那會打一下 不一樣 我倒回去 我應該 十六針 你看 打開我們現在去 笑 有有有 他去用不然 他去用不然 很香啊 不休息啊 他在這邊很香啊 好喜好喜 我把那邊咬一咬一咬就打開 他就不會 他就不會打你出來 欸不會啦 味道好重啊 你知道為什麼汽水會這樣 汽水是那個 他的氣是儲存在水裡面的啊 他在看起來很粗 好壞 他在躺下太多了 沒有 躺下太多了 你躺下多一點喔 你看他還鼓鼓的 有沒有 鼓鼓的 表面裡面都是氣齁 這是這水有 沒有 是不是啦沒事 因為他有完全不堅持 鼻鼓的 鼻鼓的 鼻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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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 有酸有鹼的東西 他可能會有些會被溶解出來 是有可能的 沒有玻璃瓶子啊,玻璃瓶子比較好的 所以下禮拜麻煩各位準備你想釀的材料是什麼 蜂窩沒辦法釀,蜂窩通常是拿來泡酒 阿公王 你有聽到他剛問的我回答的嗎 那是蜂巢啊,蜂巢的蜂巢 一樣是泡的 通常我們會有些酒,有些人喝酒他會在裡面泡一些雜巢 泡小蟲 我知道啊 或是有人去泡蝎子酒 還有蜂蛇,還有老五年 通常泡酒只是拿針溜酒、白酒去當成雞餅 然後把那些藥材泡進去 他泡的是酒精把他裡面的一些 我們所謂想像中那些珍貴的營養成分給它溶解出來 所以蜂巢突然說你喝的時候就喝進去那些營養成分 那些營養成分 實際上不知道啊 沒有說你要蜂巢啊 一泡完之後,蜂巢特別強壯 會嗎 沒有,裡面只會有老鼓的尿 我不知道有沒有啊 老鼓的尿是一定有啊 還是會不會有些營養成分讓你特別強壯我不知道 OK,那是不是想像 因為如果真的可以的話 直接去喝老鼓的尿就行 對不對 不一樣 我不知道 好,那一個辦法就是這個 吃掉 譬如像 我們有今天吃吃腦、骨腦 對不對,吃豬腦、骨腦 吃的跟豬一樣笨 吃,就是 吃到這裡也有道理 所以吃到這裡也有道理 應該就是我們講說 我們所有的消化組成 你們這樣擋住 餅油都看不到餅油 你們有沒有看到 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很奇怪的 你們很奇怪的 我還吃什麼的 我們吃 所謂的吃 你要生蛋白質 你就是普通蛋白質 你吃豬的脂肪 吃那個油脂類的 你吃下去是長肥肉 這是很合理的 因為它的組織成分很類似嘛 你經過你的酵素分解完之後 再經過酵素分解完之後 你吃蛋白質 它當然不要能分 重新組成你自己身體的蛋白質 你吃進去是 像我們說 吃進去什麼 你身體的骨頭要長 需要蓋質 所以在吃什麼骨頭 吃骨頭 有人這樣吃 沒有錯 吃魚啊 吃魚骨頭啊 吃骨頭很難吃吧 但是有人吃骨髓 譬如說這樣吃那個什麼 去吃那個 豬骨頭 它不是中間那個 燉燉燉燉燉到很爛的 那骨頭還可以用吸的 有沒有 你們吃過那種排骨湯嗎 吃那個 雞腳也可以 雞腳也可以 有人這樣吃 沒有錯 吃那個 吃軟骨也可以 但是 吃小魚乾也可以 小魚乾 因為你吃的時候 把整個小魚裡面的骨頭吃掉了 它裡面有蓋質啊 所以你先去 一批帶骨的吃掉了 你吃九月的時候怎麼吃 它可以先剝皮的 會啊 然後再去 跳骨頭 對啊 你太厲害了吧 你吃骨頭 你這樣吃對不對 吃骨頭去尾 再把骨頭長拿出來 骨頭去尾 骨頭 骨頭去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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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在我們的定義裡面 它就說 魚心塞物的脂肪 它不是魚 OK 所以說我們吃這些東西 是補充鈣質 因為它本身就是補充鈣質 所以吃什麼補充 不是沒有道理 吃牛奶可以補充鈣 吃牛奶可以補充鈣 牛奶也沒有補充鈣質 這樣的話 我們就直接順便去 那種素質就好了 對 所以就來了 有些人在種植物的時候 種植物的時候 他認為植物需要 餅 需要蛋 需要 一些釣物液和糞便 對 所以我們吃 那種植物什麼 我就說 就這樣講 我就直接給你這些東西 就好啦 所以它給它這個化學肥料 那些東西是化學合成出來的 我全部給你蛋 蛋肥 我全部給你淋肥 我全部給你淋肥 我全部給你 就是直接給你那些元素 變成吸起來 你覺得這樣好不好 非常好 非常好 人家會少一些東西 非常好 我們身體裡面所需要的東西 這樣 影響到你思考 影響到你的成長 很多東西是微量元素喔 不是 不單純只是 我們所講的那些 所謂的這個 營養素的部分 所以為什麼微量元素很容易 微量元素 而且微量元素獲得 有時候很難 很難說 我今天只是吃某種 我譬如我一直吃 鈣 對不對 純鈣 不行嘛 那就是吃不妨的營養素 你上次就是一大堆營養素的那個 藥網 那其實最簡單來講 這些東西 事實上在日常生活中 裡面都有 骨色的也不是這樣長大 他去吃菜啊 吃一些肉啊 吃一些雞蛋啊 他也就可以長 長還不錯 那可是我們因為現在的人呢 第一個我們食物 我們的食物都是大部分靠化學肥料養的 是啊 你現在看到那個 種的稻子 種的菜 除非是講現在強烈有機的之外 大部分就是給他化學肥料 哪邊 有些有機會加肥料沒有錯 但是我說 曾經有一段時間 台灣基本上 因為用肥料長得很快 看起來長得很好 阿不要 阿就每天 拉死了一天 就好了 不是不是 那是因為養滿 事實上有機 有時候長沒有那麼快 也長沒有那麼好 阿 我們直接給肥料很快 我就不用去 欸 每天要挑糞 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阿 阿我今天用那些肥料 就變成顆粒了阿 我就直接撒一撒就好了 不是很簡單阿 我說這樣 台灣事業 不會整個家 可以撒 你會不會做這樣的事情 就好 不是阿 你不會去考慮說什麼事業人頭 你這種事情 你不想做沒有人 沒有想做阿 是不是 你今天假設你今天是種菜 你其實請願每天去挑 挑兩桶大便 只能給養虛 你要 這種兩根地或三根地 你要挑一百桶大便 你會不會挑一百桶大便 而且你有沒有一百桶比較大便可以跳 對阿 以前的 以前肥是算 以前講說肥料 為什麼肥料 肥 就是 我們大便那就是肥 阿 還有廚魚 廚魚也沒那麼多 以前什麼廚魚 以前吃飯很省 你基本上不會留廚魚 會啦 會啦 真的挺會的 我們小時候 吃東西基本上不會留菜 會啦 你留的話 隔夜還在吃 隔天會在吃 一定要把它吃光 不太會留 對阿 所以就去囉 聽到東西 你說不是我到底在家裡是蛋大便 以前 你家沒有人家有 有花飯池對不對 在大便裡的圖 會跟你遇購 你這個大便留給我 所以有一句書 叫做肥水不落外人田 我們自己家裡面 生產的大便阿 這些肥水阿 當然不可以給別人 我們自己家田要用阿 沒有阿 那你自己種的咧 那你自己種的咧 他只要花錢夠多 那我就無所謂阿 就不要走 OK 你講得非常好 就是當人家跟你買的錢 是足夠你自己賺的錢的時候 你當肥水賣肥就好 輕輕鬆鬆的就要拉屎 問題是 你覺得會有可能這種事情發生嗎 小了一個 小了一個 所以它變得比較高 所以後來花學培料為什麼容易賣 第一個 沒有什麼味道 第二個 很簡單 很臭 我這麼大一堆一塊地 我灑一灑就好 還不重 我不會那麼重 你掉水培多辛苦阿 而且你家在那邊 我還辛苦 每天早上去你家 敲兩盆水培回來 走在路上就不能跌倒 對不對 好 這是一些很辛苦的事情 以前種植很辛苦 所以當花學培料出現之後 大家很開心 就化學培料直接拿來揍 他還沒完吃就化學培料 可是化學培料的缺點是什麼 這個植物長大了 你可以想像裡面的 基本的一些微量元素不是變少 它是缺少的東西 對 一定要缺少的東西 那我們就吃這些蔬菜之後 我們是不是變成缺少的食物 所以我們才要 所以就開始 我們人容易生病 容易生病 變生病 後來有些醫學這樣去分析 嗯 原來你缺了一些微量元素 所以我們就開始要吃 中的維他命 維他命C 維他命D 維他命A 就開始有的沒有的東西 所以這叫做保健食品 所以如果我們營養 大便中菜也比較適合 如果我們吃的是比較 它的食物來源 它的營養成分來源是比較廣泛的話 基本上這些東西都會存在 就不需要補充那麼多有的沒有 可是養樂多也沒有 這跟養樂多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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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補充 養樂多是補充你的酵素 補充一些我們所謂講的液菌的部分 讓你身體的消化系統比較完整 如果說放到那個 男生釀酒他會比較容易用 他可以當作消瘦的 你這可以試試看 你這總間釀酒 你這總間釀酒 他會不會到 他會有很多味道 一點點啦 一點點沒有錯 你可以試試看 你去準備兩個瓶子 一個瓶子按照正常去釀 另外瓶子就是加一個釀 下一次我們可以釀酒 下一次我們可以釀酒的時候 有聽到有加點酵素嗎 你記不記得 我記得 也沒有加酵素對不對 如果我們有加酵素 喜歡我們的食物 你應該會不會把咀嚼 在你外面也不會是 就是小巧克力 好 好 謝謝